遊行由多個新聞團體發起 亦有多個團體與市民參加 遊行由報業工會、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記者協會、新聞工作者聯會 及攝影記者協會五個新聞團體發起 記協形容是前所未有的團結 我覺得這件事絕對與新聞自由有關 我很欣慰的一件事 就是不論左、中、右、政黨 不論大家都放下意識形態 大家一起走出來反暴力、緝真空 於是我們的五個新聞團體 五多年來第一次走在一起 我們都給社會一個信息 我們反對暴力 我們要捍衛新聞自由 大家面對著這個關口 大家面對著這種暴力的威嚇 對我們社會的威嚇 我相信整個行業來說 這次大家立場是一致的 除了發起遊行的新聞團體之外 另外有八個團體參與 包括明報員工關注組 和明報救生會等等 的士小巴權益大聯盟 就派出幾架的小巴和的士 去到政府總部響應 有參與遊行的市民說 感受到言論自由受到威脅 見到香港現在是一個多危險的時候 可能連我們傳媒的自由適音都沒有 大家都會很害怕 大家以後就不敢出聲 不要以為可以打擊那個人 其實你打擊那個人 才會令到更多人上來 今次遊行人士 無論是甚麼界別 只有一個的願望 就是希望內界的暴力事件 以後不要再發生 紀協也會把這些 簽滿藍絲帶的橫額送給劉俊濤 支持他早日康復 另外政府發言人說 非常關注劉俊濤的遇襲事件 絕對不容忍任何暴力行為 並且會繼續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